大家好,我是朗朗 现在人在平衡的小梨阳村这边 今天带大家逛一下这个特色的村子 福建有位清代的名将 它名字就叫甘果宝 而它的故乡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小梨阳村 这个池塘也叫甘市宗池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甘果宝儿时住过的家 这就是这位历史名人曾经出生的地方 我们到里面参观一下 这屋子保存的非常好 这些什么东西一个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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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果宝文武双全是福建人的骄傲 这就是当年甘果宝母亲生她时候的房间和床铺 这就是当年甘果宝母亲生她时候的房间和床铺 看起来很古典 这种木制的衣橱我们现在的话都很少见了 现在这些都算是古董了 这里还有一张床铺 这张床铺看起来好高大 这个又是古董级别的文物 这些保存的都比较完好 那时候当年甘果没有车辆没有钓铺 他们当年甘果都去码做的这一块就是上码 码那么高爬不到码背上 然后要这个垫一下高一点 这个最新手腿扣它马不大 这个外面出去的四个是换马运的马棚 那我还是在用四间去马棚 以后经过那个城堡老板改造 也会成人情 这是以前人出价时做的轿子 这里现在重新改造了 是一个展示馆 主要就是介绍甘果堡一生的传奇 参观完楼下 接着我们去看一下楼上 但是以前前来床山的休息 他之前住在这里就叫北林康 是是是 女的人住 北林康为康才来 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做的 晚上休息的时候要住在这里聊天床 这个做的宽宽 做的应该很舒服 而且它这个木头很大 木头就非常大的木头 以前当时用人工 我说怎么会抬着这么大的木头 没了像地板 这一块都是这么大 这么大 都是老样的 是啊 这木板这么大的 木头里有这么大 是啊 山岸怎么躺着来啊 怎么抬着回去啊 我说 继续到现在 我最近还是一个鱼 有没有人知道 他这屋子里的墙板和屋顶 为什么都是看起来黑黑的呢 这个画上的人物就是干国宝 旧社会时候的女子地位比较低等 像这个窄小的梯子就是专门给女的走的 这个窄小的走道 这个窄小的走道也是那个年代的时候专门给女子走的 看到这些就会感恩改革开放 还是我们现在社会好 接下来我们参观一下奎兴阁 这里面主要也还是讲述了这位清代名将福建名人甘果宝 这是吉虎画 是甘果宝在没有使用笔的情况下 用手画出来的 这是建在村尾的一座桥 看完好看的 现在我们去看好玩的 这上面的这个是小孩子可以玩耍的地方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没什么人来 所以没开 还可以在这个河上面 往划床啊 漂流啊之类的 爬到村后门的这个山头来 就有一个草原划山 这边还一下十块钱 这边二十 这个是用来划草的工具 但是你没有来做那个屁股 没有什么 我有恐高症 看到那么陡实在是不敢玩 这期视频就到这 喜欢看更多关于乡村特色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会 by bwd6